歡迎您回到新台灣交友的現場 我們來看看馬上就要投票了 到底什麼樣的一個因素會影響選群 剛剛一開場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別媽的眼淚 會不會影響選舉 這是一種感性的因素 那麼蔡英文在問您的是 過去四年你過得好不好 我們每一個人生活的體驗 可以去感受說 到底該不該是要由維持 馬英九所訴求的安定 還是我們來傾聽一下 蔡英文所說的要改變 您現在決定選擇的是安定還是改變呢 改變會不會更好 還有宋楚瑜批評的很多自治足跡 他說總統省家裡游泳庫的錢 但是國家的錢它是怎麼花的 我們一起來看看 過去的四年你過得好不好 過去的四年你過得好不好 這次的選舉 馬總統再一次的喊出 台灣向前行 但是我們必須很坦誠的說 過去的四年 台灣並沒有向前行 反而是停滯不前 甚至倒退 我們的生活水準在倒退 物價上漲 薪水卻倒退到13年前的水準 肥教的價格在上漲 農家所得卻一直在下降 房租在上漲 大學畢業生的體薪卻只有更少 台灣的產業競爭力也在倒退 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一直在苦撐待變 而高科技的產業也面臨半個世紀以來最寒冷的冬天 員工最害怕的無薪假 現在已經超過一萬三千人 但是從去年的12月25號到12月31號 七天之內 馬總統的辦公室 國民黨跟國民黨的黨團 就扎下了3524檔的電視廣告 用牌價來算 花了將近兩億元 還沒有去算 各個政府各個部會強打的政績廣告 跟平面的廣告 馬總統一條游泳褲只需要200塊 一個星期你們的廣告就可以買100萬條的游泳褲 就看到這一位 寫給我 這位小姐 她在信封上說 主席您別哭 每天還是有很多人想自殺 只是 還有牽掛 她在這一個小小的條子裡面 她講不齊眼的破破的條子裡面 送上了100塊錢 她說 她這個100塊錢 很抱歉 只是她一天生活費所能夠貢獻出來 不過他們一家的人都很誠心地祝福 因為他們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夠過下去 她說 她說他們的家裡的生活就三殘而言 爸爸十年來沒有收入 只有老人3000塊錢年金 我要照顧殘疾的父母工作沒有固定 一家三個人 一天吃飯不敢超過150塊 幾乎每天晚上很冷 只能夠用一個鍋子煮一些青菜跟幾塊排骨 一個人 一個饅頭 或者熱湯吃 好 我們來看看馬總統主政這四年 好多人都哭了 扁媽掉下了眼淚 宋主席掉下了眼淚 那麼其實宋主席在這次選舉的過程裡面 他只要感覺到有一種情意相挺的 他都忍不住要掉下眼淚 您生活到底過得好不好 其實我們要仔細的細細的體會 我們先來看看今天的這則廣告 1月8號 這個國民黨要辦造勢活動 他辦這個造勢活動跟別的黨也不太一樣 跟我公讀生呢 參加可以600塊錢800塊錢這樣的一個錢 真的是有黨產20幾億的這個鼓勵收入 真的是花錢花得還滿爽快的 但民進黨今天登了這個廣告 是不是有觸動到您的心 他說 總統 我在拍一年當你在加年華 年關將近物價飛漲只有薪水沒有漲 總統四年了 你還是離我們這麼遠 為了選舉可以不惜花大錢 動員公務員這個禮拜舉行加年華大遊行 最新統計現在的物價是近年來最高的 我們的薪水比13年前還低 總統您眼裡只有選舉沒有人民 這邊附的這個陳冠文做服務生的這個底的一個畫面 薪水貸是24000塊錢 其實今天宋楚瑜也在 昨天在這個政見發表會當中他問了 GDP國民平均年所的看起來好像是已經5萬塊美金了 但是他要問現場究竟有多少人月薪超過5萬塊的 多少人 其實這種種的感覺難道民眾不是點滴在心頭嗎 我今天剛剛從這個自由時報這個印下來的一個最新數字 政府現在負債多少 4兆6了 每人揹債是21.1萬 換句話說比起上一個月 我們又增加了每一個人增加了7000塊的負債 這是現在的總統到底會不會持家 薪水倒退13年前嘛 所以宋主席在問說薪水5萬塊的請舉手的時候 很多人不能舉手 2萬塊以下的100萬人 3萬塊以下的350萬人 中低收入戶越來越多 也是最新出爐 老闆出貨的貸款暴增了56% 僅次於金融海嘯的新高 但當然這次是這個條件也稍微比較放鬆 我們要問政府的是為什麼無薪加的人數 你這麼...你撤不賣 老委會說沒有啦 就1萬3 電子公會說已經4萬2了 為什麼你如果是一個有能的政府 你怎麼連這個數字你都沒有辦法口徑一致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來 文姐你來分析一下 我想我們不要再去跟馬英九去討論這些數字 因為我覺得選戰這場打下來 我們已經被雙方的數字已經交鋒太多了 但是我想說明天的這場遊行 我覺得實在是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他居然用嘉年華這樣的口號 然後而且他很奇怪的是 他居然會去動員到公務員 然後雖然國民黨他最近都會 這兩天的回應都會說 這是我們地方黨部的規劃案 但是我們都知道說 台北市黨部他不可能去規劃到中央部會 財政部 內政部 交通部 什麼部這樣 所以你說一個地方黨部 台北市黨部他最多能夠規範到 像我跟嘉年 我們台北市議員 我們都知道說台北市裡面 他有一個陽明黨部 他的主委他就是現任的副市長 過去是歐靖德 現在是陳薇仁 你的意思就是說地方黨部發的文是不合邏輯的 馬英九的說法是說這文根本沒發出去 他這個說法是完全不合邏輯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地方黨部的話 你在地方黨部的規劃案裡面 你怎麼可能規劃說中央各部會 你要動員哪些人 這是不合邏輯的 然後他說他沒有發出去 但是根據我們蔡煌郎 我們提供給蔡煌郎的資料 他昨天也有開記者會說明的 譬如說財政部 財政部他叫他動員500人 那財政部是怎麼做呢 他就是叫下面的公股銀行去動 因為財政部他不可能動自己的公務員 他一定是叫這個銀行去動 怎麼叫倒霉啊 銀行行員 對 沒有錯 那像我們收到的就是有一個 華南銀行他的資訊部 資訊部總共有7個科 7個科 然後這個7個科全部就是要20個人 這樣子 他就是要求說你 華南銀行資訊部20個人 所以總共整個華南銀行 他就要200人 那明天是在這個新生北路某個地方在集合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不只是財政部 那他如果叫這個農委會動員 他農委會絕對不可能說動員是我農委會自己的公務員 他是叫這個農會漁會這樣去做 那勞委會也是這樣 勞委會他不會去動員自己的公務員 因為在勞委會上班的公務員 他是不可能去動他的 但是他一定是下去往下去動勞工 勞工組織嘛 所以這整個事情我覺得是這樣 馬英九他現在 他包括他昨天在這個辯論會在講說 蔡英文主席你有看到我下令嗎 你說你有看到我 我有下公文下去嗎 他現在的說法就是 包括這個公民黨發言人 他們現在都說 你只要沒有看到我有公文出去 就不算我有做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實在是太 實在是太會鑽巧門了 但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都知道 中國大陸有一個很著名的藝藝藝術家 他叫做艾衛衛 艾衛衛他現在是被中共用國稅 他說他逃稅的方式 然後就要把他拘禁起來 那如果艾衛衛 我們現在全世界的人都認為說 中共他是用這個只是作為一個理由 他真正的理由是說在政治上面 我要把你艾衛衛關起來 用言論 因為你的言論有問題 叫他閉嘴 那如果說今天胡錦濤說 你們全世界有看到說 我有下公文叫艾衛衛 這個是因為艾衛衛這個言論嗎 那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很荒謬 如果我們要用說你有真正 胡錦濤有沒有下公文 才能夠去評論艾衛衛這個事情 才能夠說艾衛衛 其實是被政治迫害的話 那這個世界上 可是他叫這個小門 你怎麼沒辦法讀就對了 但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馬英九他現在就是抓著就是說 你只要沒有看到我的公文 就是抓姓沒有在床 那個沒有看到說 這個大家衣服都脫掉 就不算外遇 所以馬英九現在的講法 包括這個宇昌案 包括其他的富邦案等等 他就說你只要沒有看到公文 沒有看到什麼 就都不算 那調查局這個事情也是一樣 馬英九他從頭到尾在講說 我沒有下令 我沒有下令 可是調查局他有沒有否認說 這個我們所揭示出來的 這個內部的調查表 是真實的呢 調查局從來沒有否認過 那馬英九現在從頭到尾只是講說 我沒有下令而已 對 就說馬英九有他的說辭 那人民的感受是一種一回事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調查局這件事情 也打不太起來 超幾天那個feel沒有起來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它是歷年來 媒體選邊站最嚴重的狀況 說白了 國民黨講的話就是幾家媒體在報 那其他就不報 那這個民進黨講的話 就是民進黨的親綠的媒體在報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媒體各自表態 然後群眾各自表態 所以沒有一個議題 像調查局這種事情 它真的是類似水門案這種事情 它應該是各家媒體 就共同關注的 而不是說藍的媒體 他就把這個事情給封鎖掉 包括這個公務員被動員這個案子 他照講 他應該以前是所謂稱為 直報的幾家媒體 他就應該要去報導 應該要去追 應該要去檢討的事情 那他現在已經全部不管了 就是說已經不顧 在這樣的一個社會氛圍之下 不顧體面了 文姐 就是說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 有些議題會 像是一巴火點燃 比方說 馬英九的兩岸和平協影 就是說會點燃 然後馬英九會煞車 他現在根本不提兩岸和平協影 在政見發表會 蔡英文一直問他 他就假裝沒聽到 就是還是各自議題有一種感受性 那後來這個調查局 是不是民眾覺得早就這樣子 不然要怎樣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因為敬畏分明的關係 因為大家已經不顧說媒體要追求真相 要追求一個社會公益 所以現在所有我們對於馬政府的批評 民進黨對於馬政府的質疑 他只要媒體這個 有部分媒體不報導 他就不管 他讓他嘴巴就不講 然後就讓他熄火 現在的問題就出在這裡 這樣好像民主大道對的感覺 我沒有錯 這個是我在最近觀察 我覺得最可怕的 包括在人民團體裡面 剛剛文傑講的事情 這件事情已經不是是非對錯了 選民最重要 包括壓邊的 不管是人民團體或是媒體 你知道嗎 這個如果真正想做事情的人 你也深有所感 我何止感受 我感受最深刻 而且現在 以前還有那種 所謂的民主的氛圍 現在 反正你看你是哪一邊的 先看你是哪一邊的 不是我這邊的 對 打死你再說了 不是放縱你 是打死你再說 這樣的氛圍 就是大家所謂的民主倒退 我個人從一個 社會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因為各部會 我看一下 我可以預測明天 各部會為了當做部長 繼續當下去 各部會部長 我曾經看到一個遊行 台北市場遊行的時候 交通部長就只在隊伍裡面 他們動員提升了 技巧提升了 不會以前像以前 這麼大大的發公文 就是要當官的是吧 繼續來 就有一掛的人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 剛剛文傑提的問題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說 這一次假設 不管是選舉結果 如果有機會政黨輪替 我覺得轉型正義 很多人在講轉型正義 都是放在嘴巴而已 我是感同身受 如果大家現在是選舉 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 真的就倒退了 而不是誰選輸 誰選贏的問題 如果文傑今天 他也經歷這麼多 各部會誰會動員 當然會有啊 銀行員 銀行員誰在 台氣營提名部份區 台氣營也會動員 什麼不會動員 我都可以點出 哪一個部會 哪一個單位 會叫哪一個單位動員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變成說 我覺得只有利益 只有選勝 沒有是非 那更重要的 制度是什麼 公平是什麼 大家我覺得不當一回事 那才是民主的悲哀 其實我覺得 就像文傑觀察到的 就是說可能部分 某一些媒體 或什麼已經敬畏分明 我覺得敬畏分明也就算了 還會瞧不起人 還會自以為自己很高級 然後瞧不起人 其實這種氛圍 未必對馬英九的選情 是有利的 好 這個剛剛文傑講到就是說 八大部會 到底有沒有被動員 究竟是 包括總統吳敦英 他們現在口徑一次 是地方黨部的事情 跟他們沒有關係 絕對跟我沒有發出去 民眾你相信嗎 你相信地方黨部會 規劃到八大部會 每一個部會要動員 四百人 五百人加起來 八千人 四千人 這樣你相信嗎 你要自己體會 還有呢 今天其實那個康育成 也是站出來說 他們你們在打這個藍營計畫 就是顧票方案 涉及齊約會選 國民黨也隨講 說什麼 沒有沒有 你們搞錯了 這四年前的名稱 絕對不是這一回事 但是康育成馬上講 如果是四年前 怎麼會顧票專案的 十日期 是寫在11月14號呢 上次選舉不是 又被抓包 說謊要不要道歉 廣告之後我們接聽你的coin 馬上回來 都市民說明 好 在新年 已經告訴我們